在那个战争连绵的时代,试问有哪个父母不想把自己的闺女嫁给一个能复他一生,能让他免遭流离失所的人。 那下面就请各位观众跟随小编一起看看历史上,最牛岳父的女婿是怎样的吧? 民国时期有个堪称最牛的老丈人,宋耀如他的女婿们全都在中国近代史上不是指掌政权就是把握着经济动脉。 他的三个女婿分别是孙、孔、蒋、看到这,你们是不是都羡慕这位老丈人呀? 但近代史的这位老丈人也堪称最牛,下面我们就一起去看看吧。 这位近代最近老丈人就,是一位各位都不太认识的爱国人士,范成儿,有其父必有其女。 所以他的三个女儿最终,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虽说范成儿不太出名,但他的女婿各个出类拔萃。 大女婿王平我觉得你们肯定知道,但一定不清楚他和他的,太太是怎样走到一起的。 因为当时王平与范成儿的大女儿范景欣经常在一起工作加班,慢慢在彼此接触的过程中产生了好感。 于是在抗日开始后,他们二人就结为了夫妻。 二女婿王宗淮,他和他的岳父范成儿都是一位老革命人士。 他在战场上非常有经验,所以说是战场上的战功,成就了他的终将职位。 他和范景欣是因介绍而相似的,而且二人对对方都是一见倾心。 随着二人经常见面,彼此在性格、爱好方面的相投之处就显现了出来。 就此,二人就谈起了恋爱。 1944年王宗淮与范景明在延安地区接受着所有爱革命的祝福结了婚。 据史料了解到,当时参加婚礼的丁克可都是人才级级,不是中校,也是少校呢。 范景阳和医药材的结合是让我们惊艳的。 他们二人只经过一次见面就定下了婚事。 而且我们的女主角范景阳更是迷迷糊糊地就把自己嫁了出去。 当时范景阳在医院只是一名实习的医药师。 有一次他在工作室友医,个人把他带到了一个房间。 他进去后和一个参谋长聊了一会天。 当时的他不知道这是在相亲。 在结束谈话后这个参谋长对范景阳说, 可以结婚了。 当时的范景阳觉得很奇怪。 在后来他才知道原来与他谈话的人是医药材参谋长。 不久之后,范景阳就把自己嫁了出去。 二人迅速闪婚,举办了婚礼。 当时的很多人都觉得他们两人迟早得分开,不相信闪婚。 但没想到的十二人竟然相亲相爱的在一起了五零年。 各位岳父大人们,你们看后是不是觉得怎? 什么人家的女婿都这样的优秀? 这样的好呢? 欢迎你们到评论区留言。